时间22点18分 欢迎回到正在为您直播的特别时点 我们继续来看新闻 公交车呢 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必不可少的一种交通工具 然而当我们早晨上班高峰期 下午下班高峰期的时候 周末逛街高峰期的时候 在公交车上却总会遇到这样那样的不文明行为 产生不文明行为的您倒是舒服了 但是您考虑过旁人的感受吗 在郑州的某辆公交车上 你是疯儿我是沙 潺潺绵绵到天涯的恋爱剧正在上演 十分钟前他们是这样的 十分钟后他们是这样的 那啥 你们要是牵个手小楼小抱或者是交耳相谈 看在郑州也是时尚都市的份上 我们姑且原谅一下你们的晒幸福 可是总不能这样做的太过分吧 居然在公交车上深情接吻 太闪亮整车厢乘客的眼睛了 好吧 就是一些单身狗看着就比较不舒服 小孩子嘛 很显然一下身心健康的那种 还是不像人让他看到 我会让他离得远一点 就直接换味了 对对对 是啊毒害了祖国的花朵可就不好了 既然是你俩的甜蜜 还是远离公交远离人群吧 有人把座位当家里的沙发狂秀恩爱 也有人把公交当餐厅吃美食 特别是早上 既想吃点早餐营养一整天 又想多睡会儿懒觉 怎么办呢 买早餐 公交上吃 我吃 我吃 淡定品尝的同时 一股淡淡的葱花味道 也飘散了出来 好吧 旁边的乘客无奈地表示 光看你吃 我就已经饱了 另一辆早高峰的车上 文器的鸡蛋姐也开吃了 我说您能再休息点吗 公交跑了三站了 您半个鸡蛋还没有吃完 密闭的车厢里 鸡蛋的香气和腥味 一并传来 勾引着左右人的味蕾 这让旁边这些 还没来得起吃早餐的乘客 该如何是好呀 早上 在车上人多时候在那吃 韭菜馅的包子 吃东西排行榜上 韭菜包子 韭菜盒子 煎饼果大葱等重口味的食物 最让乘客们难以接受 此外 记者还留意到 因为早高峰的乘客比较多 这些带着早餐的乘客 基本上都没有位置 当车有个晃动 或者是急刹车的时候 站着吃早餐的人 不是把包子馅碰到别人的身上 或者是吊在车里 就是把手里正喝着的牛奶豆浆 撒在旁边人的身上 看来早高峰上吃个饭 还真有点惊险 好看来 好看来